大家早安 要持續來關注美國總統大選 現在已經在進行開票了 好 目前的一個結果呢 先來看到這個是根據CNN的一個結果 原諒我要用我的手機來看一下 好 目前呢 我們可以看到 川普這邊他已經拿到了 435853張的普選票了 那在賀錦麗這邊呢 他現在是稍微比較少一些 267933張的普選票 好 為什麼會差到這麼多呢 因為主要現在在開票的印第安娜 還有肯塔基州 好 這兩個州呢 他們都是共和黨的鐵票倉 所以基本上沒有任何意外的話 百分之百會是由川普 會順利的拿下這兩個州 所以目前還在進行開票當中 好 目前根據這個CNN的一個結果啊 好 川普呢 他是拿下了肯塔基州的8張的選舉人票 那麼賀錦麗呢 拿下了是Vermont Vermont的3張的選舉人票 好 這個目前是根據CNN開票結果的 一個最新的情況 好 那現在呢 是台灣時間的早上8點 又有幾個州關閉了他們的投票所 所以來看到包含的印第安娜州 肯塔基州 南卡還有佛蒙特 維吉尼亞州 現在是已經全部都關了投票所 好 那關鍵的搖擺州呢 也就是喬治亞州 喬治亞州這邊有16張的選舉人票 喬治亞州在8點的時候 也已經關閉了他們的投票所 所以現在這幾個州都要進行開票了 那目前部分關的呢 有包含底下的這個佛州 以及New Hampshire 新罕部下州 目前是部分的投開票所 是關閉的一個情況 那等一下到8點半的時候呢 北卡 歐海歐 還有西維吉尼亞州 也會全部都關閉他們的投票所 所以就會開始要來進行開票的一個情況 那目前這個是根據CNN一個最新情況 就是呢 肯塔基州的8張選舉人票 現在是由川普順利的拿下來 那麼Vermont呢 就是由賀錦麗拿下了3張的選舉人票 這個是目前票數的一個最新的情況 好 所以我們要來看到川普啊 他稍早的時候已經在佛州的棕女攤進行了投票 那賀錦麗則是透過郵寄選票的方式完成了投票 那川普在選舉之夜 將會在佛州的豪宅海湖莊園 和他的親朋好友們一起舉辦派對來看開票 而賀錦麗呢 他是要前往他的母校 霍華德大學來看開票的結果 好 最新的情況我們把時間交給加恩 好的 主播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和夫人梅蘭尼亞 一同前往佛州棕女攤投票所進行投票 川普在現場表示 這是他三次競選當中 表現最好的一次 他非常有信心會重返白宮 另一方面 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已經透過郵寄選票方式完成投票 他在投票日當天前往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 感謝同僚的支持 選舉之夜 賀錦麗將前往華府的母校霍華德大學看開票結果 而川普則會到佛州豪宅海湖莊園舉辦派對 和親朋好友一起看開票 川普曾表示這是他第三次也會是最後一次競選美國總統 他遵循前兩屆大選的傳統 將最後一場造勢活動獻給搖擺州密西根州大吉流程 以為我們明天可以贏 我認為我們應該可以做得很輕鬆 它是在我們手上 它是在我們手上 川普狂獎兩個小時 堅信自己將贏得這場選舉 以上最新主播 所以川普現在信心滿滿 覺得他是一定會拿下這一次的大選 那他的副手搭檔的范斯是現身在Ohio投票所進行投票 他是帶著他的妻子還有小孩前往的投票所 看起來精神也是相當的不錯 神情輕鬆 那他樂觀地表示認為川普跟他是能夠勝選的 但是他也強調無論是誰勝選 都可能讓將近一半的美國民眾失望 因為他們的民調是五五波的嘛 好 另一方面呢 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華茲 在兩週前已經在明尼蘇達州進行提前投票 好 所以大家也很好奇 那到底什麼時候會全部的州都開票完呢 好 目前看起來搖擺州的情況很有可能要拖上好幾天 不過在川普居住的佛州呢 好 民主黨籍的歐巴馬 2008年還有2012年的兩次選舉呢 都是在佛州順利的贏了下來 那麼2016年還有2020年呢 則是由川普他拿下的 所以佛州的州務卿博德在週二就表示 截至選前一天 也就是11月4號 全州已經有830萬人提前投票 或者是利用郵寄的方式來投票 那川普呢 他對於這個選舉的結果 他預計啊 現在很有可能是在投票日的當晚 就寢的時間 佛州的結果就會順利的出爐 好 所以在這一場峰迴路轉 而且充滿爭議的美國總統選舉 將很快就要迎來一個結局 那這是一場考驗美國民主品質的選舉 也必然會挑動全球的神經 影響到世界其他國家的選舉 那從民主黨他們在這個選舉前呢 換證以來 幾乎每個月都有驚奇啊 甚至到選前的最後一天 還有影響選舉的法院判決 恐怕真的是堪稱史上最有戲劇張力的選戰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虎夫露 全校精華 精華生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